首次在台灣舉辦的世界孩童創意競賽 今天中午揭開序幕 示範作品有學生設計標語 提倡愛台灣 還有學生將克服疾病的心路歷程 分享給同樣患有瑋瑞症的患者 精神感動人心 患有瑋瑞症的張同學 他將對抗病魔的心路歷程拍成影片 並且透過主治醫師發送給40多位病童 希望透過這次的創意行動 為患有瑋瑞症的孩子加油打氣 然後現在這個病患的人數也越來越增加 所以我希望藉由這個活動 就可以帶給他們更多信心 讓他們不要因為自己有這個疾病 沒有被打倒 全球性孩童創意競賽 唯印度的色籍女士所創 去年於當地有超過10萬個孩童參加 今年包括美國、英國和日本等國 紛紛享應此活動 台灣也以孩子行動世界大不同為名 首次舉辦 台灣行報 莊雅倩 張賢全報導 台灣行報 莊雅倩 張賢全翁